PS技巧指如何修复不清晰的照片 在拍照时会因为各种原因造成拍出来的照片模糊及画面发虚现象 今天几分钟课堂就来教大家如何用PS软件修复不清晰的照片 你将需要电脑、Totoshop软件、一张不清晰的照片 第一步 打开照片 复制涂层 打开滤镜菜单 选择其他高反差保留 半径为88像素 小题是 高反差保留滤镜可以保留图像边缘的细节 半径值越大 保留的像素越多 第二步 将图层混合模式改为叠加 并复制一层 这样照片就变得清晰了 你知道吗? PS中高反差保留滤镜就是保留图像上像素与周围反差比较大的部分 其他部分都变为灰色